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輪 你今天運到了嗎? 身為女人就一定會有很多種鞋 脫鞋、跑鞋、高跟鞋、平底鞋、後底鞋 那當你開始接觸單車運動 那你一定會慢慢的發現 它有一個顯得很特別 卡鞋其實是在你去做挑選的時候 需要去了解的 我們今天就來到LAK台灣的總代理這邊 那我們有請小六來幫我們做講解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六 桌上這麼多種鞋子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挑選適合我們的鞋 挑選卡鞋的部分還是要到店家去實際的穿著 現在在場啊 我們這邊有分稱是兩種鞋型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確定好你的腳長 每一雙鞋的頭跟尾 會伴隨著你腳的最大長度 一定要去符合你這雙卡鞋的長度 像剛剛好的 會大概多個3mm左右 那第二件事情 當你長度已經確認好之後 再換挑選寬度 因為假設你的長度挑選的不正確 我們每一雙鞋子啊 它製作的方式就是 長度多多少的mm 寬度多多少的mm 是大一個size 你不可能長度變長寬度不增加 那像leg的話 它有分成是四種的寬度 有分成是 呃 女生的版型 OK 這是女生的版型 比較小 再來是標準的版型 OK 然後再來是 一般的旋頭 OK 然後還有跟 超寬旋 OK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個旋的意思是它的寬度性 對 它指的就是指你的大拇指球到小拇指球 一人我不曉得 你在平常穿鞋子 會不會覺得 呃 大拇指球或小拇指球 會覺得很壓縮 會啊 因為我的腳好像比較寬 對 那如果你腳比較寬的話 那就回到剛剛我們挑選卡線 就是 長度這樣好之後啊 OK 我們套進去兩個地方 我們要看看我們的內外拇指球 會不會把我們的皮面 撐開 嗯 當你發現到說你的 五指球的地方啊 已經超過你的 汗纖維的底板 下面的底板的時候 甚至是你的皮面已經有一點變形 其實會擰出來就對了 對 你會很清楚的摸到 那個都是不正常的 因為它會造成 很多的摩擦跟激樣 可是有些人是那種 腳很小但很寬的 寬度很寬的使用者 來做一個系列的設計 它叫做CX241 那一人幫我看看說 就是這個鞋子哪裡不太一樣 它就是長得比較寬啊 而且它的彈性好像比較好 它是做這種織帶型的設計 所以變成說 你腳在形變的時候啊 或者是說有抵到的 它是有彈性的 對 它裡面有一層 毒碳纖維的內網 它是可以做 而且感覺這腳不會臭耶 對 它確實 下雨天一天可以穿 然後它很快淡 有點像是我們的 三點線就是孩子 所以等於說你看 假設我這個是我的腳掌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OK 假設它真的練習了 然後把它的BOARD 放進去 它就是有彈性 對 就看到說它其實是有空間 不會讓你的腳去 為了去把它平面拼出來 而造成外面這種很多 不正常的壓力這樣 它可以把壓力做一個釋放 對 對 跟這種就是一般的 不一樣 那就是我常常 出去外面騎車的時候 就會 嚇到 那就是相對下來 就是腳也會濕 然後鞋子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也不能像我們一般洗球 直接這樣子拿 拿那個洗衣刷那樣子刷 那保養上 我們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我們都知道說卡鞋 跟一般的布鞋 差很多 你可能在以前啊 學生時代 布鞋洗乾淨之後 就放在車上 太陽曬感這樣 當你的腳啊 跟鞋子都是全濕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先篩包子 對 篩包子 讓它水氣稍微吸收一些些 然後盡量就是放在廚師機的旁邊 當你 可能放個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卡鞋乾掉之後 然後我們會用那個 皮革的油 OK 跟一般的皮革的油一樣 然後 進行 就是 擦拭 那我一張洗衣 它其實就薄薄一層這樣 那第一個是它可以 增加你皮革的柔軟度 OK 讓它保持韌性 那第二個是 它 不會讓你的那個 皮革的硬化 OK 這個蠻重要的 你說 塞包子 你說我覺得 速度太慢了 而且我記得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在我們 女生宿舍的脫水機 看到他放鞋子在裡面 我才知道 哇 原來鞋子是可以用脫水的方式 可以讓它很怪乾 那我就把 卡鞋丟到裡面就好 讓它轉一轉 然後不是乾得很快嗎 不行不行 因為基本上就是 卡鞋 它需要好比說 做足弓的支撐 然後 體質卡碧的硬 它沒有任何的彈性 所以 當你放到那個 烘乾機 或者脫水機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你皮面的拉扯 或者是 部分功能會 開掉一些些 那這個都會造成卡鞋 壽命上面的 減短 那我可以拿 吹風機給它多耶 吹風機其實可以啊 你直接去看你室友 會不會可以 醜味 對 我會建議啊 如果有的話 你會看到那種 外面有賣那種吊鞋子 舒適機啊 風口朝上 它其實往內吹 基本上 擺個 一個小時 會乾 對對對 想要聽你講完以後 我決定我現在晚上 要去買一張卡鞋 所以我下次有問題 在問你 好 所以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然後分享囉 拜拜 快去買卡鞋了 開箱 可以 請